神中課 早晨 歡迎大家收聽神中課 燃亮世界 今天是2月23日 題目是 討告照亮我黑暗的過去 經文記載在馬可福音9章29節 非用討告 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我們都在與罪惡的本性鬥爭 它導致我們犯罪 阻礙我們的靈性成長 我曾經是迷失的羊 徘徊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沒有辦法感到完整和滿足 我很肯定 我的生命裡一定缺少了某些東西 我曾經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自己的人生 當我還在上班的時候 我並不會理會星期六是否要上班 我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不理家人的信仰和上帝的旨意 我就是這樣固執的了 但很快挑戰開始出現了 我的生活變得一塌糊塗 然後有一天我決定尋找正確的路 那次是我第一次想到要向上帝討告 有一天早上我睡醒的時候 我感覺到上帝的同在 我來到祂的面前 渴望全心全意地服侍祂 這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感覺 我不知道這種感覺是從哪裡來的 我只是知道主在我的身上做了一些事 因為我能夠感覺得到 就在那個時候 我的表哥向我介紹了千人報道士運動 我毫不猶疑地準備參加 第四十四屆報道士培訓 並且預備好一切所需的文件和物品 然而即使有了這個決定 我仍然沒有完全改變 我仍然渴望世上的物質 我仍然濃妝厭沒 穿著暴露的衣服去教堂 即使在報道士培訓期間 我都是繼續這樣做 但我不斷祈求上帝改變我 因為我知道我根本沒有能力改變自己 這個只可以是聖靈的工作 感謝主 聖靈在這項工作上並沒有失敗 我徹頭徹尾地改變了 培訓結束後 我們被派去各自的宣教區 我和我的夥伴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被分派到一個大的教會 然而上帝從沒有撇下我們 我的信心也持續受到了考驗 其中一個例子是 在我們進行家庭研習會的時候 我不見了銀包和手機 我很絕望 因為我覺得我失去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切 於是我跪下討告 將所有的憂慮都交給上帝 在經歷掙扎之後 我已經學會了無時無刻都向上帝祈禱 如果要問我從這次的報道士旅程中 學到什麼 答案一定就是 討告的力量 討告改變了我的生命 我曾經是一個擁有幽暗過去的罪人 我如今仍然是罪人 但是靠著主的恩典得蒙了拯救 這一次 我是在基督耶穌裡擁有了新的生命 耶穌的恩典使我的眼睛漸漸明亮 以致能夠清楚地看到它 以上是菲律賓總校區第44屆報道士 《珍妮忽約克報》《遂佛路》的分享 今天的神中課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明天繼續收聽